我们事先有预煮了一锅昆布高汤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很简单很简单 那冬天非常适合的一个料理 那需要准备的食材呢 就是有白萝卜红萝卜 然后海鲜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海鲜 那像我就会多加一点点洋葱 因为洋葱会带其他的甜味来 这边所有都是蔬菜 你喜欢的蔬菜都可以把它加进来 所以蔬菜会有一些甜味 那如果呢你这个是完全要煮蔬菜锅的话 刚刚在煮昆布汤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丢一点点柴鱼片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把海鲜跟虾子鱼都放进来 对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加那个 因为刚刚提到其实鱼肉跟这个虾子当中呢 也是有一些点的 是没错那鱼肉就那种把它切成薄片 把它加进来 其实这边我要分享一下 我们在就是自己在家里煮锅啊 你常常会买一些现成的角类 其实现成的角类你其实真的没办法知道说 它里面到底包了哪些东西 我会把豆皮 就是豆腐皮就新鲜的 然后像一些小朋友不喜欢的菠菜啊 然后那些九层塔啊 或者是像那个青江菜也可以 你把它全部都剁碎 就把它煎一个蛋 煎蛋之后那这个蛋呢 它其实就会有孔洞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高汤里面去 它就会吸收高汤 了解 所以你的昆布锅跟人家不太一样 一般大家放一些或火锅放一些蛋饺等等的加工品 基本上你是用烘蛋 然后在里头加了一些蔬菜 就少量给它一点点盐巴 为什么我都没有觉得它滚呢 其实它我们滚反而对食材是伤害 所以你把它设定在几度啊 它在是那种85度到90度附近 就是这个时候是对食材是最温柔的 那其实食材还是煮的熟 因为我们滚反而大滚的时候对食材是很伤害 尤其我们刚才的烘蛋 如果你是大滚那个蛋就会散开 对 那这样就完成了 来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没问题 哇 我觉得刚刚光闻那个味道就觉得 好满足哦 吃起来怎么样 非常的甜 而且它很厉害 因为有时候我会怕海带高 昆布高汤是觉得有那个昆布的 有些会有腥味 就海的味道 哇 好甜 可是它的就是不会有那个味道 它的汤好鲜甜哦 我指引竹竹刚刚那个蛋真的很特别 对 它那个蛋真的很好吃 那个汤汁真的都在里面 这个做法还蛮别致的 其实我学到一招 因为之前我有用昆布在做菜 那昆布做菜因为有时候我就想说 就是反正就泡热水 结果后来发现它是泡冷水 泡冷水 而且要从冷的开始煮 我红白萝卜 我都会趁冷水丢进去 其实它说其实要用电锅先蒸起来 比较好吃 我刚刚想起来 因为它刚刚之前说不要滚 所以大概八九十度 所以原来才可以有这种鲜甜味 是像鱼片 如果是 如果你要把它保持那个形状的话 最好就是像这样 不要滚的水 因为你滚水 它会在里面一直翻滚 那食材会碰撞碰撞的时候 那个鱼片啊 虾子啊 其实都会被伤害到 我才看到 大概集完 el фильм了